所以也就是说108课纲的真正挑战就是 古文不再考度质 不再考分历 不再考那些备了就有分的东西 而是考真正的活用 也就是阅读与写作 这个到国中呢 就会看到会考的考试 九成以上都是阅读测验 所以呢 它就不再是跟课本有很直接的关联性了 那听到这里很多同学就觉得 好焦虑哦 怎么办 待会老师会告诉你一些简单的应付的技巧跟绝招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丽老师 深思中考试呢 刚刚告一段落 很多爸爸妈妈呢 跟同学呢 很焦虑的问陈丽老师说 为什么我国小的国语 可以考到九十分以上 可是深思中的国文考卷呢 常常看不懂呢 而且也写不完 那陈丽老师要告诉你呢 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国小的国语和国中的国文呢 有一个很区大的落差 那另外一个原因 其实是因为108课线呢 它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国文考试方式 那我们呢 提早发现 在升国中之前发现呢 总比在国中第一次段考 考得很烂 觉得很沮丧 再来发现会更好吧 对不对 因为毕竟国中的第一次段考呢 是非常重要的哦 那接下来陈丽老师要先带各位同学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国中的国文课跟国小的国语课 究竟有什么样巨大的差别 国小国语与国中国文大P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国小国语跟国中国文 有什么巨大的落差吧 国小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叫做国语课 所谓的语呢 是不是跟听语说比较有关系 那国中呢 叫做国文课 所以所谓的文呢 是不是跟文字书写 所以它跟阅读写作比较有关系 大家都有学过第二外语或者是英文 那都会知道说 听说呢 其实应该算是比较简单 小朋友在学语言的时候呢 听说是最初阶的 那接下来呢 才进阶到阅读跟写作 所以国中的国文呢 其实不是你听得懂国语 跟会说国语这么简单而已 因为它是一个更进阶的能力 写作啊阅读的能力 接着第二个 在教材的编排上面呢 国中的国文呢 它比较偏向的是一个完整的文章 那国小的国语呢 它比较重视的其实是 字字词 那所以各位记不记得国小的要写生字 要造词要造句 好 所以国小呢 其实句已经算是一个蛮大的单位了 可是国中呢 却是以文章为主 那所以你看哦 文章是有句构成段 段才构成文的 所以国中是一个比较大的阅读单位 所以当然会比较困难一些咯 那第三个呢 在阅读的文章的类型方面 因为国小比较重视的是 它跟听啊说啊 生活的一些关联性 所以它比较偏向白话文 好 可是到了国中呢 它的文章类型变得很多元 大家这次考生思中的考试 有没有发现 好多好多的文言文哦 那文言文呢 其实是各位像国中的第一大挑战 等一下老师会告诉你 怎么应付看不懂的文言文 那第二个就是文章的长度 变得好长好长 那除了文言文之外呢 还有古诗还有新诗 那如果诗看不懂的同学 文言文看不懂的同学 文章太长看不完的同学 等一下陈地老师要告诉你 我们要怎么去应付它咯 好 那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国小的国语升到国中的国文呢 有一个非常剧烈的转变 这个都是你未来的挑战咯 108课纲究竟是什么 国文不再是被读分 108课纲呢 其实呢 是最近大家一听到就觉得 好焦虑的词汇 对不对 那108课纲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108课纲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素养 当然听到这很多同学 然后跟爸爸妈妈就说 老师你怎么越讲越难 就是听不懂108课纲 你还告诉我更听不懂的素养 那现在老师要告诉你 什么叫做素养 所谓的素养就是所有的学问与知识 都要在可以使用的场合 能够学以致用 那以语文这一课来看 学以致用的真正的场合 其实就是什么呢 是不是在透过阅读 我们可以接收各式各样的知识 统整知识 第二个透过写作 我们可以自我表达 所以各位以后呢 你看升大学是不是要写自传 那出去求职找工作 是不是要写履历 如果你以后呢 本地公司要推销产品 是不是要写文案 所以很多时候呢 这些东西呢 我们在学东西的时候 要能够了解 它真正实用的场合是什么 那以国文语文母语这一课来看 母语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哦 很多同学呢 打开课本 那常常觉得很困难 尤其是社会课不好的同学 那打开课本 觉得很困难 真正原因是因为 每一个字 每一个词 对它来讲 都是一样大的单位 所以它找不到 更为重要的字词 甚至更为重要的句词 甚至更为重要的段落 所以呢 所有的资讯 对它来讲 都是同等的重量 所以当资讯量一大 它就没办法处理了 所以也就是说 母语呢 其实是一个整理资讯呢 跟我们读书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那写作是什么呢 写作呢 其实是一个自我表达 把自己内心的想法 传达给别人听 能够展现自我实力 能够让60分的自己 变成100分自己 最重要的能力 所以也就是说108课纲的真正挑战就是 古文不再考数字 不再考分译 不再考那些费了就有分的东西 而是考真正的活用 也就是阅读与写作 这个到国中呢 就会看到会考的考试 九成以上都是阅读测验 所以呢 它就不再是跟课本 有很多时间的关联性了 那听到这里很多同学就觉得好焦虑哦 怎么办 待会老师会告诉你一些简单的 应付的技巧跟绝招 标准错误2 大量刷题呢 绝对是标准错误 因为以现在九成以上都是阅读来看的话呢 你要做的其实是 要掌握阅读的公式 有了这个公式 就像数学一样 我们就可以局一反三 局一反大 局一反万 而不是从万进来 这样不是是被公办吗 国中国文的小秘籍 国中国文呢 到底究竟要怎么读 它绝对跟国小的国语 透过熟能生巧跟死被去准备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哦 所以各位同学呢 跟爸爸妈妈要记得 国中的国文不再是被多分了 所以老师要告诉你 国中国文的标准的两个错误的准备方式 标准错误一 备注识与看翻译 备注识跟看翻译 已经是过去的国文考试 才有用的准备方式咯 你要记得我们呢 要学习的是如何阅读 待会老师就会教你咯 标准错误二 大量刷题 大量刷题呢 绝对是标准错误 因为呢 大量刷题的同学 通常都是希望 透过呢 大量的写题目 然后希望可以在考场上 遇到一模一样的题目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而且戒率是非常低的 因为以现在 在九成以上都是阅读来看的话呢 你要做的其实是 要掌握阅读的公式 有了这个公式 就像数学一样 我们就可以取一反三 取一反百 取一反万 而不是从万进来 这样不是 是被公办吗 国庄第一的 正切准备方式 准备方式一 要确切了了解 每种文章的类型 那透过这个文章类型呢 去了解阅读的方法 其实每一种文章呢 它的阅读方式 都是不太一样的哦 现在陈丽老师呢 取两个例子 我们要分成两大文类 一个叫做诗 一个叫做文 那老师简单告诉你 诗跟文的不同阅读逻辑 首先呢 诗的阅读逻辑呢 读诗就想看电影 是几个例 举一个苏东坡的例子给你听 苏东坡呢 有一阵词 叫做林江仙 那其中有一句 他的诗句是这样的 词句是这样的哦 他说 那听到这里呢 各位同学就会想 越南风静 胡文笔 你可能背着诗诗啊 胡文是什么意思啊 那蓝是安静的意思啊 那 小周从此试试 试试前往的意思啊 那江海及余生 哦 大概都了解了 每个诗诗的意思 翻译也看完了 就考试的时候 还是看不懂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呢 老师告诉你 你用阅读文章的逻辑 在阅读诗 就会看不懂诗了 那什么叫做 阅读诗的逻辑呢 读诗就是看电影 所以请打开你的电机 跟作者一起去看 打开你的耳朵 跟作者一起去听 当你打开你的感官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能够了解 作者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了 我们来看这诗诗 请跟着苏东坡 一起走在河岸边吧 这天晚上深夜 苏东坡一个人 独自走在河岸边 夜蓝风景 胡文平 他看着江面 很平静 一点波纹 一点连衣都没有 这时 苏东坡 往江面一看 记得要跟苏东坡一起 打开眼睛 看看江面 请看 用力看 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吗 你应该看到的是自己的倒影 苏东坡看到自己倒影 忽然想起来 眼前的这个狼狈的自己 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 想要透过做官 有所作为 带给人民幸福 那个充满梦想的自己吗 不是啊 眼前的这个自己 是被贬官 狼狈 沮丧 放弃梦想的自己 他忽然发现 做官 好像没什么意义了 于是 他才想起 唉 跟陶渊敏一样 不如归去吧 乘着小船 离开 在江面上 寄托 自己剩下的人生 没有错 如果你跟苏东坡 一起看见了 那样的自己 你也会跟苏东坡 有一样的想法 这样你才能够真正了解 这些词在想些什么 接着呢 老师告诉大家 那文章的阅读呢 其实就很像 认路 认路呢 的错误认路方式就是 把每一条小巷都背起来 那你可能背完小巷之后呢 大陆的路名之后呢 还是一团混乱 这个就像背注式一样 真正最简单认路方式 记不记得是什么 没错 来到台北就要先看 101在哪里 那101的方向呢 是在台北的哪一方 那这样你就会知道 自己的相对位置 跟101的关联性 那你的目的地 跟101的相对关系 这样 无论你走在哪一条小巷 都不会迷路哦 那那个主地标 其实就是要帮助你 去了解 如何认路 那这个主地标呢 其实就是文章的最重要资讯 那请各位同学要了解 阅读文章就像阅读一般 第二的准备方式 就是系统化的学习 那什么叫系统化的学习呢 以数学来比喻的话 怕其实就像是公式 那我们掌握了公式 就可以去反三 反百 反万 那这个公式是什么呢 以文章来看 以文言文的阅读来看 你绝对不是一片一片的 去阅读文言文哦 你一定要去了解 我在这篇文言文里面 可能可以学到的是 文言文的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词 或者文言文的一万词 文言文的现在是 过去是 未来是 那这样你才有办法 学一篇文章 能够帮助你看懂下一篇 所以请系统化的去掌握 文章的逻辑 阅读方式 那第二呢 如果以诗的话 老师举个例 你可能要去掌握 什么样的场景 你常常表现什么样的心情 举个例 那什么样的场景 最常表现 彷徨呢 常常会在电影里面 会出现的是 迷雾 好 蒙蒙信誉 对不对 那所以呢 你在读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要把 这个东西 统增起来 那慢慢的呢 你的阅读的累积 就确切能够帮助 你的阅读能力提升 这样 熟能生强 才会有用 所以呢 有很多同学常问老师 老师大量练习 有没有用 当然有用啊 但是你要记得 重复有用的前提是 你重复的东西是对的 这样才会有用 当你重复的东西是错的话呢 就很像是 今天你跑得很快 但是方向错了 所以你跑得越快 却离目标越远 所以请各位同学 要掌握正确的 国文学习方式 最终陈迪老师的频道 那也会有很多 好的学习方式 交给你 好 不要忘记 要帮我们分享 订阅 开启小铃铛 那跟陈迪老师一起 用学理科方式 学好文